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晉足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8月15號禮拜四 以下是今天的影片 那麼今天的影片是來聊一下大盤 跟聊紅海之外 然後我們來聊一下13F報告 因為像是在每一季 他們13F報告都會去公布一些 像是巴菲特他們目前的持股情況 那所以說我們會根據他們的持股 然後去想一下說 那接下來他們那些大咖 會往什麼地方去做投資 那所以在影片開前 喜歡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一樣我們先來看到今天的大盤 那在今天大盤是一個 應該說大盤是跌了132點 那其實這個跌了132點 憑良心講今天這種下跌 並不算是一個太難看的情況 原因在於說我們可以看到 像今天下跌 但是指數下跌 當然是成交量 它就是立刻變成是一個萎縮的情況 那所以說在以現在大盤來講的話 就比較不想要看到是說指數下跌 然後它卻是出現一個架跌量增 這個就是比較不好的情況 那所以說在今天雖然說指數下跌 但是還是維持在一個量縮的情況 那表示說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籌碼其實並沒有出現一個比較亂掉的情況 那再加上說目前的這一條 五日均線也還是能夠守得住 所以像這種大盤 其實我們的想法就會認為說 那就是持續沿著這個行情來操作 除非有一天去看到說 一根大黑K棒這樣子往下灌 然後帶一量跌破五日均線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就會考慮說那個手上部位 要不要稍微來減少一下 那如果在還沒有出現之前 那就會順著這個行情 那雖然說今天的加權指數 它是一個下跌情況 但可以看到像貴買指數 今天貴買指數它是上漲的 那其實在之前我跟大家稍微提到 就是說其實在看貴買指數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氣氛 一個市場的氣氛 就是如果市場氣氛好的話 那其實你在操作上 會比較簡單 會相對簡單一點 就你的勝率可能比較高 那如果發現市場氣氛不好的話 那你這時候其實通常來說 你的勝率也會降低 那所以說像今天雖然說指數是出現下跌的情況 但你可以發現說貴買指數 它今天還是上漲 而且漲幅快到1% 所以也不少 那在之前其實有跟大家提到說 在貴買指數就是在7月底 8月初的時候 有提到說 你的10日均線跌破 在這個位置跌破的話 那你要小心指數 它會不會出現反轉 那所以說當那時候跌破之後 已經發現整個大盤氣氛就一路的爆炸了嘛 那現在貴買指數開始慢慢這樣往上 那同樣的道理 就只要它還是能夠去守在5日均線上面的話 那就會認為說這個盤的氣氛一來不會太差 除非有一天你看到說像剛剛嘉玄指數這樣 出現跟大黑K棒往下灌 那可能就真的會小心一點 那只是說以現在的盤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去看到在周線的部分 這個也是我們會比較提防的地方啦 雖然說整個盤面說要目前往下殺可能還看不到 但只是說在現在看到就是說 你的五周均線已經來到頭上了 所以這邊就會思考首先 指數會不會開始出現震盪 那如果假設指數出現震盪 但是還沒有立刻走落的話 那大概就是會用換股的方式 就是可能已經漲上去 然後發現一些股票出現敗底 然後可能把它調節掉 然後換到一些可能還沒有漲的公司 大概是這樣來看 所以就是用一個換股的方式 然後把自己的整體部位控制好 那大概是我目前的一些操作強法 那講完大盤之後 我們再來講到一些新聞的部分 因為像是在昨天公佈了CPI的數據 那公佈的CPI數據呢 是一個比市場預期還要來的不好 應該說市場現在就是希望什麼樣 市場現在希望是CPI數據 就通膨數據 能夠往下 然後就業就是在整個經濟的部分的話 是能夠持穩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 應該說非常的強人所難 要求很多 結果大家很擔心說 你通膨如果一下掉太多 這個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大家你想說 通膨如果一下掉太多的話 那是表示說你的經濟出現問題 所以現在通膨就剛好是在這個附近 然後比市場預估的少一點 那這樣還OK 那比較注意的是 今天晚上的 初領失業救濟人數 如果初領失業救濟人數 如果他突然出現大幅度的飆漲 那很多人失業 那像這種情況 可能就會去思考說 那會不會說 整個經濟出現問題 那不過說以目前來看 就是你要達到那個就是 經濟出現問題的30萬人 可能目前還看不到 所以說我覺得在現在來看的話 其實去想說 你的經濟會不會出現問題 我覺得還太早 反正就是大家去看嘛 就除非有一天你看到說 哦 初領失業救濟人數 來到30萬人以上 那像過去 只要來到這個水位的話 那基本上盤勢都會直接蹦下去 所以說如果在還沒有之前 那我會認為說 反正這些總經濟數據 也不需要每天這樣去盯著看 反正就只要說 去觀察說 那個最壞的情況有沒有出現 如果最壞的情況沒有出現 那你就不要想太多 那反正就是盤面震盪 就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那如果假設你真的看到說 哇 那個初領失業就一定暴增 那我只能說 可能自己要稍微小心點 那所以說像在昨天公佈的CPI數據 反正就是跟市場預期的 也差不了太多 那只是說我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像在昨天公佈數據之後 那大家現在目前 最關注的方向就是 你9月份應該就是會 開始出現一個降息的情況 好 那開始降息呢 其實我們就會去想說 那你降息之後 可以去往哪個方向做操作嗎 那像是在這個 這個東西是13F報告 這個DataRoma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呢 其實在他們就是把一些 比較厲害的大咖投資人 像是Bill Ackerman 然後我像是大家很常知道 像這個巴菲特 那他會把他們的目前的持股給列出來 像這一欄就他們的前十大持股 那可以看到像巴菲特 以巴菲特來說好 像巴菲特他在上一季 他是少了賣了一大堆的蘋果 他賣了一大堆蘋果 然後他也去賣一些像是雪芙蘭之類的 那這邊我們會去觀察到方向說 他有沒有新增加的部位 像你可以看他新增加什麼 ULTA還有這個HEA HEI 好 那像這個ULTA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一樣 ULTA 那在這邊你可以發現 這到底是什麼線型 那我們去看他這間公司做什麼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間公司他是做化妝品 他做化妝品的 一些沙龍化妝品之類的 好 那看完這之後 好像大家找不到什麼 共通點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去往下看 那像是在這一根 這個就是Bill Ackerman 他其實也有買一間蠻有趣的公司 在這邊 可以看到他在上一季 他是買了什麼 Nike 這間公司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但是很久已經沒看到 為什麼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知道 就是在整個消費市場 這整個是不如預期的情況 所以說像這些消費性產品 大家沒有人要看 然後在過去一年大家都看 都看AI 每個都看 都在看AI 然後看AI零組件 或AI的伺服器之類的 像NVIDIA之類的 那所以說其實像現在看到 欸 Bill Ackerman他竟然來買 Nike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Nike的股價 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 也真的是 滿慘的 真的是用慘烈來形容 這一間公司的股價真是 也是跌到爛掉 好 那你看 像是在Bill Ackerman他們 他在之前 他有買過Nike 在2017年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他也有買過Nike 但在2018年的時候 第一季 就把他全部賣光光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2017年當時的情況 你會發現說 欸 當時在這個地方 他2017年第四季去買的 你會發現 欸 他幾乎是買在一個 買在一個相對低點 然後在2018年他雖然第一季 又把他賣掉 然後後來之後漲很多 但是可以發現說 在上一次 他買的時間點 其實真的還不錯 那在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那我們思考的方向就是說 欸 因為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9月份可能開始降息 那降息之後 當然 第一個想的就是說 你那些消費性的產品 是不是可以開始復甦 因為你想嘛 你每個月要付房貸 付信貸 付了一堆貸款 你哪有錢去買鞋子 你哪有錢去買化妝品 對不對 口袋都很緊的 你要怎麼買 但如果假設說 在接下來 美國股市 跟著美國政府 他們真的開始降息了 聯組會開始降息了 聯組會開始降息了 那是表示說 你付的這些貸款 什麼信貸啊 車貸啊 房貸啊 信用卡啦 之類的 那你是不是可以開始 然後怎樣 開始舒緩一點 那就開始給我一些其他的錢 可以去買一些其他東西 所以說其實在 看到這份13F報告的時候 當時看到這個報告的時候 第一個覺得 他竟然會買Nike 然後看了一下說 上次買Nike的時間點 你還不錯 那在這邊去 從CPI的數據去推測 他說 那是不是 他們已經開始在為 所謂的降息 去做布局了 那如果說 為降息做布局的話 那當然就會思考說 你像 比如說像台灣的一些 Nike供應鏈嗎 像什麼 990的風鈦啊 或是9904的寶城之類的 當然這些股票 現在目前的線型都蠻爛的 像跟Nike一樣 線型都很爛 那只是說假設 這些大咖 他們看好說 接下來說不定 消費性產品開始複輸 那說不定 這些相關的一些 可能一些供應商 零件之類的 那他們也會 跟著能夠收回 那只是說這邊還是要看一下說 Nike 或是其他一些 消費性產品他們的一些 彩色如何 只是先看到說 他們在這邊 去買了這種消費性產品 這個是我覺得蠻有趣的地方 那所以說除了像是 目前我們大家看AI之外 那或者也可以去看一下說 哪一些東西是 消費性產品然後可以開始複輸的 那講完了這些之後 那我們再來帶一下鴻海 因為像昨天鴻海他是有公布了 他的第二季的財報 那第二季的財報 其實憑良一桌 以鴻海的財報來講 真的不算太差 就財報或是法縮會 我覺得公司講的都不差 雖然今天股價下跌 雖然今天股價下跌 但其實以他的 在昨天講的就是說 其實可以看到說 他在今年 就目前市場上不是傳出 那個GP200要延後之類的 那鴻海要講啦 他第四季還是會小量出貨 但這個小量真的就是一個小量 就是一個樣品的概念 那只是說到了2025年的時候 他們就是會是第一波 這個出貨的廠商 然後並且是一個比較大量的廠商 所以說其實在現在來講話 之前就傳的沸沸揚揚說 你那個鴻海啊 鴻海那 你那個伺服器 是不是要delay三個月 像之前有傳說 你delay三個月 delay一個季度 開什麼玩笑 你那個鴻海要delay一個季度 那個 大家一定把你的目標這樣給下修 然後把你的EPS給下修 但現在他就來講說 那我在明年第一季的時候 那我就還是可以有一個正常出貨 那在今年的話 就有跟大家去講到 就是說在H200這一塊的話 因為B系列的他比較晚 所以說有H200這塊來補上 那H200這塊補上的話 那這個也是可以去帶動 鴻海他今年的獲利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一次的法說會 大家去關注的重點是說在這一次 他們是認為說這一次的情況 是比上一次法說會講的內容 還要再更好 那另外在說市場上認為說 可能會延後的情況 那對於鴻海來講 他們認為說是 稍微遞延 但是並沒有說 像大家想說 遞延一個季度 如果真的遞延一個季度 那真的是蠻可怕的 但目前是沒有看到這種情況 那所以像鴻海 在這一次法說會之後 那雖然說大家就是還是 給他一個還不錯的評價 那只說目標價的部分 大概就是維持在200塊這樣子 他在之前是給193 這元大的 他這給193 那他這次給200塊 但像是Morget Stanley 他就是給了270 所以目前在看到這個目標價的時候 真的是 有一個南原北側概念 你知道嗎 真的差很多 就有些人給他200塊 有些人給了快300塊 那這個就是在於說 本益比的調整 大家願不願意去給他一個 比較高本益比 因為像現在如果指數往下的話 那我們知道嗎 在過去的時間 你看到很多公司的本益比 他開始有出現被下售的情況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一些 漲多的股票 並不是說他們不好 只是說還是會比較留意說 你的本益比如果出現被下售的情況 那原本那種太美好的劇本 太美好的劇本 在這邊會不會開始有做一些改變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在看紅海的時候 大家會這樣想 那除了像紅海之外 那今天還有一些滿有趣的公司 是在原副他這邊有去提到 像是在這一間叫做6706惠特 那為什麼要講這一間 因為其實這間公司在過去一段時間股價 他真的漲蠻多的 那漲很多的 我想說他到底在漲什麼 那後來昨天公司有召開法術會 他是有提到說 他開始去跨入 COAS這一塊 那另外呢 像是CPO這一塊 公司有於跨入 所以說其實在這一塊來講的話 就是他們認為說 在接下來 可能到10月份開始出貨的話 那第四季開始 他就是有可以出現一個 油虧轉移的情況 因為像這間公司股價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真的漲蠻多的 就從49塊兩倍一路再漲兩倍三倍這樣上來 當時候是真的是不知道他在漲什麼 但現在看到說 原來他是有出貨COAS設備 然後在接下來還有那個CPO設備 那如果假設這個設備 他真的能夠出貨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去思考說 那接下來的獲利 會不會開始出現一個油虧轉移的情況 那不過還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講這些股票 那反正沒有要爆牌的意思 就是只是把我看到一些報告 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操作麻煩請大家還記得 就是看技術面操作 或是按你自己習慣熟悉的方式來操作 OK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明天我有時期 所以明天影片會暫停一天 我們就禮拜六晚上八點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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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